空间摄影与应用 翁台崇老师讲述 这个单元要跟大家谈的是 影像失误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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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跟我们在设定拍摄的一个过程中 有非常大的关系 包括你曝光、补光、顶光、正面光的一个逆用 或者是逆光 对于光源色彩、灼光等等 这些都有可能造成影像失败的一些因素 我们以下来看一看 第一件事情曝光的部分 曝光会有什么样的因素呢 我们都知道 它可能曝光不足或者是过曝 这些都会造成影像的失败 我们首先就跟同学讲 如果曝光不足或者是过曝的话 请同学务必要了解 测光系统是不是有问题 那你必须要去检核你的测光系统 对不对 你是不是测光的时候 放的位置不正确 对准的位置不正确 比如说我们说前面特别亮 主体特别亮 或者是背景特别亮的时候 那我们前面课程已经讲述过 它对于曝光的位置点 你必须要去斟酌调校跟考量 那包括我们前面有在提的全面测光 或者是局部测光、点测光 这个百分比都是不一样的 也因为你拿着相机拍摄主题的时候 你也必须要考虑你的主题的尺度 跟你希望的一个曝光关系 那如果发生在逆光摄影 或者是拍摄一些比较浅色物体的时候 这些曝光上面 你也要特别的注意 那逆光呢 也会产生曝光不足的一个现象 比如说呢 这个人物后面的光线很强 那对于人物来讲 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 这个光线在背后 呈现一个非常反差比的一个现象 那这个时候 请你不要忘记 把光圈缩小 把光圈缩小 或者是光圈值 加一 这个都是可以做一些改善的 那请同学也不要忘记 课程中我们一再的提醒同学 你可以上下来做一个调教 然后多拍几张 那你自己去做记录的一个过程 就可以很清楚 什么样子的环境 什么样子的曝光结果 是你比较想要的 那有了这些记录以后慢慢累积 你就会很清楚 你跟相机之间跟环境之间 怎么样搭配会最好 那第一个部分呢 我们再来跟同学谈一谈 这个采光的部分 那采光的部分呢 有时候就会很重要 比如说一大片的 这个透光的叶子 一大片透光的叶子 前面我们也看过这样子 例子的一个照片 那如果说你拿着相机 直接对着阳光来拍的话 那当然影响的是什么 影响是阳光跟叶子之间的一个密度 这个我们不知道 因为每一种环境都有特别性 那只是给你一个基本的建议 你可以增加曝光指数 0.7到1.3 那这样子的时候 你可以让阴影部分 比较不至于太黑太暗 只看到星体 OK 那你如果拍摄一些主题 背后水面强烈反光的一个状况之下 那你也会受到这样子光线的一个 反射的影响 那当然相对的就会去影响 你相机的一个测光判读 那如果发生这个情形的话 拍摄的主题呢 会遮去大部分的一个水面来拍摄 或者是 或者是你去改局部的一个测光 比如说 你对准这个你的主题人物 去做一个测光的动作 或者是对准这个地面 反光性没有那么强的地方 来去做一个测光 那你去选择测光的地方 你如果期望坚持维持既有影像的时候 那很简单 你测完了曝光值以后 请你加1 请你把曝光值加1 这样子也可以达到一个 消除这个反差的一个状况 好 采光第一个部分 我们谈说 如果你拍摄这个白色 或者是浅色物体的时候 比如说白色毛的动物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白色的毛如果照在这个太阳光之下的话 也会引起判读 那因为反光而去判读的状况 同样的 这种曝光的状况 曝光值都请增加1 好 再过来呢 日出或日落的时候 那画面上 如果你直接出现太阳 那相机的测光系统 也没有办法提供正确的曝光值 通常来讲 要不你加减 要不呢 把相机移动 让你的太阳不在镜框中 然后去测这个值 知道这个值以后 你按半格再回去原来的画面 这个我们课程上前面也跟同学提到 请你不要忘记 再过来呢 光线度也会影响到曝光值 曝光不足的情况之下呢 请你必须要考虑自然的条件 请你必须考虑自然的一个条件 去怎么样去修正你的曝光 怎么样去修正你的曝光 或者是你主体的一个心态 好 人像拍摄背后有瀑布的时候 它也会产生曝光的一个影响 也请你增加曝光度 也请你增加曝光度 那如果是阴天的话呢 请减低水 这个时候阴天的时候 你可能增加了曝光度 要再减哦 因为阴天的时候 减低水的一个反光性条件之下 它的后扑的部分就没有那么的强 所以你曝光度就可以不用增加这么多 那这个东西你也可以去重复做判定 比如说你去对后面的瀑布 去做一个曝光的判定 你再对你前面的主体人物做一个判定 然后由这两个数值之间 你去做一个调教 那我想这个是我们初期在学摄影的时候 比较容易的方法 好再过来补光的方式 补光的方式有非常多种 最容易补光的方式 其实我们的重点就是什么 增加曝光值 那怎么样增加曝光值 很简单 请你可以利用闪光灯 或者是反光板 那这个就是我们简单的曝光 简单的补光的部分 好增加曝光值的时候呢 会让背景 很容易让背景曝光过度 好 所以这个时候你反光板的方向就要非常的注意 好 那尤其呢 你增加的闪灯呢 是在后方 好 你做一个逆光 拍摄的时候 好 这个时候呢 你的这个过曝的现象 就会产生另外一种特效 好 那这种状况呢 通常来讲 会使从背后打过来的光 或者 晕柔的光 通常来讲会使环境光线会比较柔和一点 直光的话比较不好 如果你直接用闪光灯的话 它是一个直光的现象 那你如果是用一个反光板的话 它的效果会比较柔和比较好 好 那但是呢 当光线不够的时候 我们需要做补光的时候 不要忘记 好 因为你的光线不够 所以你的曝光 曝光量 曝光素质 曝光的时间会增强 所以 所以请你尽可能的用脚架 好 尽可能的有一个固定体 来做一个拍摄 好 那我们都知道呢 补光的方式呢 闪光灯是最方便的 那但是闪光灯呢 是一个直射光 那如果你拍一般的环境的话 也还好 就是一个室内空间居住环境的话 它是还不错的 但是呢 如果你拍人的话 因为你跟他距离太近的时候 光线就会太强 那脸部或肤色呢 就会变得太白 同样的呢 油性皮肤也会反光 所以你可以发现一个状况 就是说 摄影棚里面 会用反光板 也会用直光 那这些光线综合起来 通常来讲 你会发现 摄影棚拍摄人物的时候 我们的model时常会被打上比较厚的一个粉装 比较厚的粉装 那为了什么 为了避免 这个反光的一个现象 所以呢 你在做人物拍摄的时候呢 通常修正曝光值方式来代替闪光灯 会去做一个加减的动作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用这种方式 不会让光线太平面化 也避免油面的一个产生 好 再过来呢 是顶光的部分 那顶光的部分 我们前面也有讲过 你在自然光的环境之下 我如果顶光会有一些特色存在 好 一般人觉得呢 只要太阳光充足就好了 那太阳光充足就应该要会有好照片 其实不然 那如果你的光源方向是顶光的话 那光源方向对照片的品质呢 也就会具有很大的影响 什么时候会有顶光 正中午的顶光 正中午的顶光蛮恐怖的 因为光线非常的锐利 不柔和 然后呢 因为是顶光 整个人 因为不是侧面打过来的 所以拍人像的时候 会非常缺乏立体感 不会产生阴影 那拍起来呢 比较容易过曝 或者是整个面是平的一个状态 所以在正中午拍摄人像的时候 一定要借由反光板的协助 来增加阴明面 来增加阴明面 不然你说 正中午的时候不适合拍照 可是你看啊 有时候这个拍婚纱照的时候 拉出去外景一拍 就可能从早上拍到快要天黑 黄昏的时候 那一定会遇到正中午的时候 那我们可能跨过这个 最直接的光线那个时段 然后就会开始拍 就是有一点点斜向的光线的时候 就会赶快开始拍 因为你要拍的亮很多 那所以呢 你必须要去利用一些反光板的折射效果 去产生这个关系 那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我一定要戴反光板吗 不一定 也就是说 你可以就这样 去利用这个直射光的一个关系 OK 可以 就是说 你只拍那个非常亮的一个形体 那也是一个方法 或者呢 直接把亮打到 直接把亮再利用反光板 打到更严重 让它几乎是一个蛮过曝的一个照片 它也可能有机会呈现一些不一样的感觉 好 那移动人的肢体呢 可以让顶光呢 只照到头发 比如说 人的头去做一些 其他的一些不一样的动作 比如说 蹲腰啦 蹲腰再转脸啦 等等 这些呢 都可以去协助指 我顶光影响 那也就是我们尽可能的让脸 不会直接受到光线的一个顶光的影响 那也可以避免掉一些不好的影子 或者是过于平面的一个状况发生 好 那当然呢 你可以去利用一些闪光灯 外加的闪灯的部分 来做补光的动作 那补光的动作呢 有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借由它来消除阴影 或者是补光再加上这个反光镜 好 你就可以去制造一些阴影 好 人的额头 如果直接照到光线的话 明面的部分 额头最亮的那个地方 这个光线就会过亮 光线就会太多 好 那低头就可以避免顶光 好 所以在真正整体顶光的时候 是不是一定不能拍照 好 当然不是 好 那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在顶光的时候 怎样 好 哎 在一些庙里面都会有一些狼 好 狼有大不大量的一个光线 但是他有非常深的这个屋檐 好 可以做一个遮蔽 或者是强烈的阴明面的一个表现 那有的时候在这样子的一个表现状况之下呢 反而会让这个妙鱼里面 好 用一些比较明亮颜色的一些 建材 好 就会凸显出来 好 也是一种表现的方式 好 那另外顶光呢 好 有一些状况呢 是逆光的状态 好 逆光脸部的阴明面呢 也会造成过分强调的一个状况 好 那你可以试着呢 利用侧面 好 把脸斜上去的一个方式 来迎接太阳 好 或者是 好 去做一些其他的一个处理 但是 很多时候遇到顶光太阳一大 大家很自然把帽子戴起来 好 帽子一戴起来 照片一拍就发现脸是黑的 好 因为帽子有阴影 好 那这个时候当然就会创造出另外的一个 一个阴明面的一个效果 那通常来讲 不太会好 好 不太会好 好 如果是正无顶光拍摄人像的话呢 只要使人物脸孔转向 好 哎 你的头可以去摆动 变成侧光 就可以拍出好照片 好 所以有的时候呢 哎 我们上面有太阳的时候 可以要求这个女主角怎么拍 哎 其实请你眼睛面面向太阳 好 把头整个阳起来 或者把身体 好 往上摆 好 做出一个深呼吸的状况 偶尔都可以拍出一些还不错的照片 好 这个部分 请同学试试看 好 好 下面我们跟同学谈正面光的部分 正面光的部分 其实也不容易拍 好 好 正面光的部分呢 哎 创造出光度非常足够的照片 好 那但是正面光呢 没有办法掩饰脸的 好 脸的一个缺点 好 没有办法掩饰脸的一个缺点 那人物呢 在正面光的强烈照射之下呢 没有办法张开眼睛 所以呢 因为这样子一拍 时常有可能非常的平面 色彩也因为过曝的关系 很容易失真 好 很容易失真 好 怎么办呢 可以把正面光变成侧面光 好 请你人 好 主体去做一个转向的动作 也可以把正面光呢 整个转过来 改成逆光拍摄的一个方法 好 好 那逆光拍摄当然我们也谈到 好 逆光拍摄很容易造成什么 很容易造成一个剪影的形象 好 或者是佛祖发光的一个形象 但是也有可能制造一些还不错的感觉 好 这个同学自己要去体验咯 好 再过来呢 我们来谈逆光的部分 好 逆光的时候呢 可以让整张照片呢 感觉比正面光柔和许多 好 但是呢 会常常出现所谓的光斑 好 那遮光照可以避免光线直接进入镜头里面 好 或者是呢 你可以自制一些遮光板的一个部分 好 那这是遮光板以外呢 你说我来不及做 好 那通常来讲我们可以用手去遮挡镜头的一个上缘 好 那或者是用遮光照的一个方式 好 那这些都可以避免逆光 好 对这个光线判读的一个影响 好 那另外呢 你可以减少天空的面积 避免这个天空光的一个判读影响 好 另外呢 人物的上缘呢 可以利用一些其他物品来遮挡 所以偶尔你在外面看到人家拍婚纱照的时候 好 这个反光板会放在哪里 好 放在新娘的头顶 有没有 好 他就是在做一个遮挡的作用 好 或者是呢 请同学可以直接把曝光值加一 曝光值加一 好 也就是光圈放大一格 好 这都是一些我们常用的方法 好 底下呢 我们跟同学谈的是光源色彩的一个部分 好 光源色彩的部分 好 每一种光呢 都会有不一样的色彩 那通常呢 我们最喜欢的光就是太阳光 好 他属于自然的 好 他属于自然的 好 那通常来讲 太阳光受欢迎 但是我们并不能无时无刻的去使用它 因为环境的一个 温度的一个改变 气候的改变 都有可能使这些光呢 哎 并没有办法达到我们预期想要的 好 那有一些方法呢 就可以修正 比如说利用闪光灯来修正 好 那这个也可以去做到 那或者是说呢 你在家里的话 也可以使用台灯 好 台灯的这些色温的部分 好 去影响 好 那通常我们都知道 哦 在室内里面拍人像 拍出来的人像会怎么样 哎 气顺顺 好 因为我们室内用的是白光 好 白光这个 这个 这个灯管 照下来 脸 好 就会偏绿 好 就会偏绿 好 那这个时候 你怎么办 好 我们讲过 你可以去利用偏光 进来修正 好 你可以利用偏光 进来修正 把绿色的光给修掉 好 把绿色的光修掉 那或者是什么呢 哎 其实我们在家里 最容易拍什么 全家福嘛 好 那就用这个 灯泡的这个 台灯 灯泡的台灯 就是这个黄灯的部分 好 来去打光 那这个黄灯一打光呢 哎 就很容易呈现这个黄光调 好 就会比较温柔一点 好 就可以比较温柔一点 所以无论你是用闪光灯修正 或者是一般家用灯光修正 或者是滤镜 其实这些都是去控制室内拍摄的一个光源的方法 好 底下我们跟同学谈光源反光 好 什么时候会反光 好 我们都讲到 前面有讲到啊 如果我后面有瀑布 或者是这个背后有水池 好 这些等等都会有影响 或者是我的背面是一个大山洞 好 好 那这些都会有一些光源的影响 好 那尤其是像水池啦 瀑布啦 这些都会让你的这个曝光 叛毒的时候 比较容易产生错误 会造成过曝的一个现象 后面过曝的时候 前面的主体就会过暗 好 那另外呢 在我们环境里面除了水以外 还有什么玻璃的光亮面会反光 玻璃的光亮面会反光 那物体呢 会变淡 好 这个也会让它造成这个叛毒上面的一个差异 好 所以有的时候呢 哎 同学会说 我到这个某某博物馆去看展览 结果呢 这个展览品放在玻璃柜里面 好 我快门一按回家一看到这个照片 哎呀 什么都没有 好 因为它对于曝光的叛毒是在玻璃面上面 好 它是一个强烈反光的效果 好 所以当然很快的 你看不到玻璃柜里面的东西 好 讲到这边就问你 有没有办法修正 有 好 这边教同学一个简单的方法 好了 比较复杂的方法是什么 好 你可以利用偏光镜 好 来避免反光 好 那第二个呢 哎 你去修正你的曝光值 好 那这两个方法你说哎呦 都好麻烦 好 好 第三个方法很好 好 隔着玻璃拍摄效果的修正 怎么样修正 好 好 不用去调整你的曝光值 你只要直接把你的相机贴在玻璃面上面 好 贴在这个玻璃橱窗柜上面拍摄 好 那你的曝光呢 判读的就不会是跟你的镜头很近的玻璃面 而会是里面展示的主体 好 这个是哎 直接去寻找曝光点的一个方法 好 那当然了哎 你也可以把它贴近以后呢 再去寻找这个点曝光的一个方式 好 点判读的一个方式 好 这也是方法 好 底下呢 我们来谈一谈烛光 好 烛光的气氛 烛光气氛 好 怎么样拍摄 好 生日宴会的时候呢 通常来讲我们会用烛光 好 有了烛光 你怎么办 因为灯都关掉了 然后烛光 可是人是黑黑的 这个时候呢 哎 拿摄影机的人时常怎么样 加闪灯 啪啪啪 好 一拍了以后发现 人清楚 可是烛光不见了 烛光不见了 好 这个大闪灯啊 会使原来的这个 整个环境的这个柔和感 温馨感消失 但是呢 它的优点就是可以清楚的拍到主体 好 那怎么办呢 如果你想要拍这个柔和的气氛 好 那可是现场很暗啊 好 这个时候请你记住 好 在室内的环境 或者是一些 呃 比较属于这个 呃 光线比较不足的环境 请你务必要用慢速拍摄 好 慢速拍摄 好 慢速拍摄怎么办 老师 你骗我 好 慢速拍摄 我拍完以后 回家的照片都是模糊 的好 当你慢速拍摄 而你的手又不够稳的时候 下面一个动作 请你使用脚架 好 请你使用脚架 好 你说老师 啊 我怎么可能抱着一只脚架跑来跑去 我们又不是专业摄影师 好 还有第三种方法 好 好 请你把你的感光度 好 就是你如果用底片的话 就是ISO值 ISO值 好 那你如果不是用底片 而是用数位的话 好 请你去调动你的感光度 好 请你去调动你的感光度 好 这样子就可以去做一个修正 好 但是在拍这个烛光气氛的时候 好 你要注意的是 因为烛光是我们唯一的光源 好 所以当你眼睛去看的时候 你还不会太注意 因为你是 呃 角度非常广的去看一个对象 好 可是呢 你非常有可能 你照片 快门也按 好 这个时机过了 你打开的时候 你发现说 哎呀 糟糕了 好 怎么这个烛光的阴影 好 就大啦啦的写在这个寿星的脸上 好 又是一张失败的作品 好 那这个部分 也要注意 好 这个部分也要注意 好 所以有的时候呢 我们会去控制 好 控制现场的一个场景 好 让这个现场并不会是一个全黑的状况 好 就是我还能除了烛光以外 我还能去捕捉到一些其他的简单的光源去做辅助 好 这也是方法 好 再过来呢 是我们的闪灯反光跟角度的一个差异性 闪灯反光跟角度的差异性 哎 你可以发现哦 好 我们这一个单元呢 我们在提影像失误的一个因素 好 影像失误的一个因素 都跟光线有很大的关系 好 全部都跟光线有很大的关系 好 闪灯反光的部分呢 室内拍摄因为周边物体 好 因为周边的物体 使反光性变强 周边什么样子的物体呢 比如说我在拍全家福的时候 哎 我家正中央的玻璃桌 好 他会有反光 好 或者是我在拍一个人的时候 他戴着眼镜 好 镜片会反光 好 等等 这都会影响你拍摄体的一个好坏 好 怎么办呢 好 这个时候请你去调整你闪光灯的角度 好 但是呢 如果你是一个外加热靴式的一个闪光灯 他的角度 他上面的这个头是可以去调整位置的哦 好 他可以去调整位置 甚至你可以用连接线的方式 让他去改变这个闪灯的位置 好 但是呢 相机里面附属的内藏式的闪灯 就比较没有办法改变 好 好 那怎么办呢 好 最好的方法 我们可以看到 哎 明明这个眼镜是需要的 但是很多摄影师就会把这个镜片给拿下来 对不对 好 让他的眼镜只有镜框没有镜片 有没有 好 那这个就是避免这个镜片 好 有一个闪光的一个现象 好 还有什么样子的方法呢 哎 你一样 好 可以舍弃闪光灯 不用 好 用外加辅助的一个光源 好 用外加辅助的一个光源 好 来代替这个光度的一个需求 好 或者说 或者说 你的闪灯转了向以后 我再透过这个反光板来做一个简单的协助 好 那最后一点就讲到 哎呀 把闪光灯靠近玻璃拍摄吧 好 靠近玻璃拍摄 这个方法就是我在跟你讲到的 好 拍展示品玻璃柜里面的物体 我怎么拍 好 把它整个靠 靠近玻璃面来做一个拍摄 好 下面我们再来谈一谈 好 闪光灯都有角度的一个限制 好 那场闪光灯啊 是这个 啊 基本上是配合这个镜头角度的 好 那一般外加的闪光灯 好 一样 虽然我可以调整 但是都有限制 好 那广角镜头使用的闪光灯呢 啊 角度通常比较不足啦 好 因为他要拍广角嘛 好 那很自然的 很快的会让周边更暗 好 会让周边更暗 好 闪光灯都是 啊 具有有效距离的 好 那那一场闪光灯呢 呃 它的距离更短 好 所以呢 哎 内场我们只能说他拿来做补足 好 但是真正需要闪灯的时候 哎 基本上太远 他就没有用了 好 那内场的大约是五公尺而已 好 所以这个也非常容易让你拍夜景失败 好 那我们就跟同学讲到说 拍夜景你打了闪灯 就是人清楚了 可是夜景不见了 对不对 好 所以哎 你可以用这个简单的这个附近的一个辅助灯光 好 或者是 好 或者是把曝光 好 呃 做一个修正 好 那同时可以拍到人跟夜景的一个状态是最好的 好 所以同学可以试试看 哦 你有没有机会拍到夜景 好 人的表情是看得到的 好 后面的这个夜景也是看得到的 好 那老师就会给你拍拍手了 好 再过来呢 眼镜的反光呢 这个时候要把闪光灯调整上阳45度 好 那你看到的灯光 好 你接收到的光线就是从天花板上面再反射下来的 好 好 那这样子就会比较柔和一点 好 那水族箱里面的鱼呢 你也可以拍 好 刚刚讲过 贴在水族箱拍就可以拍到了 好 闪灯呢 对于前景呢 容易造成曝光过度 好 闪灯对于前景容易曝光过度 但是呢 竹井呢 却很容易曝光不足 好 这句话讲什么 就是你在拍夜景的时候 你把闪灯打开 结果呢 好 结果 他非常有可能 好 你的人拍到了 好 竹井拍不到 那如果说你的夜景是很亮的 比如说现在花灯节 好 这个时候也可能是人过度曝光 竹井曝光不足 好 等等 都有可能 好 所以这个也是同学自己拍摄的时候要去试的 好 好 那所以最后面就要问你 好 竹井呢 是不是真的需要前景来衬托 好 也就是说 哎 你拍摄夜景到底是拍摄夜景还是拍摄人 好 还是你真的要人跟夜景都要 好 这个就是你摄影师一开始就要决定清楚的一个部分 好 那闪灯也会过曝 好 近距离的拍摄呢 闪光一灯 闪光灯一用的话就很容易过曝 好 那怎么办呢 哎 方法就是我可以缩小光圈或者是解光 好 那部分的相机呢 可以联动自动判断距离 而增加 好 减 或者是减 好 那 联动的方式就是跟你的这个光圈快门指 好 来做一个联动 好 就是自动散光的部分 好 你也可以去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调教 好 除了重视呢 最远距离以外呢 也必须要重视最近距离 好 你必须在你的曝光度上面 好 去思考前后之间的一个关系 好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们在谈几个跟光有关系的一个影像失误的一些因素 好 那 呃 这堂课程好空间摄影与应用 这堂课程到这边 好 下次请大家再来观赏 谢谢大家 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